好 今晚来读哪吒闹海 这一个出版社呢 是长江出版社 然后 没有作者 等一下 我找一下作者 作者是 编辑吧 编 上面有作者吗 这边有孙靖编 是2017年的 四月出第一版 应该其他人是不用了吧 我们来看吧 陈堂关 总兵李靖的妇人怀胎三年 零六个月后生下了一个肉球 李靖觉得这肉球是个不祥之物 于是一件披了下去 无料肉球中蹦出一个小男孩 Got a baby boy 他一针人前来向李靖道贺 为孩子取名为哪吒 并将他 哪吒还是哪吒 对哪吒 并将他收作徒弟 还挣他两件宝物 乾坤圈和混天灵 是灵吗 对 灵 好啊 这天哪吒在海边玩耍 看见东海龙王派来的夜叉 在抢同男童女 救命啊 救命啊 所以哪吒呢气愤不已 他把乾坤圈往空中一扔 乾坤圈飞出去 正打在叶叉头上 一下子就把叶叉打死了 哎呀 就死掉了 东海龙王之子 敖饼 敖饼赶来征援 哪吒踏住敖饼的景象 提起乾坤圈 照敖饼顶门打去 顶门就是头顶吧 然后呢 又抽了他的龙金 这个是他的金哦 然后东海龙王联合 其他三位龙王 一起信封作浪 发大水 淹了城堂关 要礼尽 交出哪吒才肯罢休 所以东西南北有四只龙 所以总共有四只龙 就在那边 东海龙王带头 然后哪吒不愿此事 牵连父母和百姓 不要弄 便在四海龙王面前 拔剑之文 自己杀掉自己 他一真人用鲜术使哪吒复活 然后他又火起来了 又送给哪吒两件宝物 也就是风火轮和火箭枪 他写的是火箭枪 可以不要弄我的手吗 这样我讲过 报着为民除害的决心 哪吒脚踏风火轮 手持火箭枪 闯入东海龙宫 去找龙王 龙王的 他的夜叉 不是做坏事咯 对吗 抓同男同女 对咩 所以在龙宫里面呢 哪吒与那个 霞兵 蟹将 将展开了一场恶战 飘飘飘飘 打到很够力 然后哪吒呢 使出了神通 好不为伍 神通是代表神力吗 还是什么 然后呢 龙宫的 霞兵蟹将 敌不过哪吒 嗯 他们输了 然后就落荒而逃 快点跑啊 所以哪吒趁势 指导龙宫 所以哪吒就赢了吗 他就去抓龙王了咯 我抓了东海龙王 为百姓除了遗害 故事完毕 谢谢大家